大家好,我是Hidy 身邊久不久都會有朋友上街入拍影片的行列 過來問一下我的心得,應該怎樣開始,怎樣去營運 我經常覺得自己是沒有資格去分享這些東西的 不是一個很成功的頻道 但是我的朋友就告訴我,不要緊的 有時聽十幾萬訂閱、幾十萬訂閱他們創作者的分享 有時聽我這個Youtube小說的分享 不同角度會有不同的得著 始終每個人都是由伸手由零開始 想想想,又有些道理 所以我就開了這個IG Q&A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是想問關於拍Youtube的事情 反應也不錯 今天我就打算一邊說一下我的看法 另一邊回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你有興趣,有時間的話 不如我們坐下聊聊天吧 很多人都會覺得拍影片是容易的事 只是對著鏡頭說十幾分鐘而已 有多難 現在阿豬阿狗會說話都說自己是Youtuber的 你說得對,我是非常認同的 拍影片做Youtuber 真的很簡單,很容易,完全沒有技巧 你只需要開個帳戶,拍一條影片 上傳上去 你已經可以說自己是一個Youtuber 沒有門檻,不需要考試 不需要證書去證明你是一個Youtuber 所以真的想到有衝動,然後想做就去做 困難的地方不在拍影片 而是之後的路怎麼走 怎麼去經營 你怎麼去建立自己的一個Youtube的世界 才是我們需要去想的東西 在我的角度,Youtube是百貨認百家的 無論你分享什麼題目也好 都會有你的觀眾群 只不過這個群組是大還是小的 而有很多朋友都問 我是怎樣入行的 要準備什麼 用什麼去剪片 當初是怎樣學的 怎樣去拍片 還有什麼工具 可以推介給新手 我自己一開始是完全沒有跟機 沒有學過拍片,沒有學過剪片 跟電腦這個行業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純粹金先生就是我男朋友 嫌我煩,經常說話 就買一部電腦給我 不如你學一下拍片 不如你拍Youtube 你這麼喜歡去分享 他又找得很適合 我就買了一部相機回來 就是這樣 開始了我的Youtube生涯 現在科技發達 不用買那麼多東西 一部電話真的可以搞定 鏡頭的質素 然後畫像已經是很好的 而且現在有很多很多的APP 都可以不用錢 已經做了很多基本剪接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很多心理準備 怎樣去開始 你已經有你需要的東西了 但是我都明白的 沒有這個動力拖延症 如果是這樣的話 跟我一樣買一部相機 買一個電腦 不用的話 不拍片浪費錢 就逼自己走出這個第一步 想當初我買的相機 就是Canon的G7X Mark II 然後我用的軟件 就是Barno Cut Pro 全部都是錢 不用的話 心會抖著抖著那種 但是的確它是逼得我拍出第一條影片 上載了 不理3、7、21 算了 豁出去了 這樣就真的開始了這個頻道了 至於剪片 我會說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 大家平常看的影片 喜歡的Youtuber 他們的特效飛來飛去 美輪美換很多音效 很棒 我也想試一下 但是設計一步登天 除了技巧之外 個人風格也很重要 閉上眼睛 你想一下我的影片 究竟是怎樣 可能已經有一個框架了 你想其他Youtuber的影片 你也會有一個影子在那裡 所以找到自己的個人風格 你會喜歡怎樣去剪 呈現效果是怎樣 這樣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好像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都沒有跟大家推介過什麼 心裡有點不踏實 所以我就推介一個APP 叫做InShot 這個是非常簡單容易的剪片APP 如果你用手機去拍片 然後可以嘗試用這個APP 慢慢摸索去剪片的話 它真的可以做到一條 上載上去完全不失禮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下載去試一下 開始之後 你就要摸索一下自己的路要怎樣走 你的心態是什麼 你有什麼目標 你將會面對什麼 還有什麼要注意 有朋友就問了 剛剛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給朋友指指點點 或者不指指 一開始我是沒有跟任何朋友說 我拍Youtube的 因為我不是想要什麼很雲大的理想 有什麼followers 我純粹是想找知音人 我分享的東西 有沒有人會喜歡 所以我的朋友通常都是透過 他們在Youtube突然間看到我 問我 原來你拍Youtube的 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定的view數 或者是更正他想看的東西 才會看到的 在這個時候不尷尬 到現在今時今日 我就算最親的朋友 或者我家人 都不會看我的影片 他們想看就看 不想看的時候不要緊的 我有你們 這個就是拍片的初心 你要喜歡分享 有熱情有衝勁 當你喜歡一件物品的時候 跟觀眾介紹 他們是感受到的 如果你說 我不喜歡這件事 還要拿著它幾個小時 剪片剪十幾個小時 對著這麼久的話 是很厭惡的一個工作 所以心態是非常非常重要 怎樣去保持這個熱情 真的喜歡的時候才去做 亦都有觀眾去問 怎樣令自己突圍而出 吸引到觀眾 這件事可以說很容易 亦都可以說很難 流量密碼是很容易去抓的 例如有些什麼是多人看的 你留意一下就知道了 想想自己喜歡看什麼影片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的 開箱、名牌、飲食、去哪裡玩 很簡單 在香港的市場 真的是他們主導的 但究竟自己是不是喜歡拍這些 以及你是否為了一個流量而去拍片 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剛好想分享的東西 又是多人看的東西 不謀而合 完美 但如果跟我一樣 喜歡護膚化妝的話 我的市場就是 香港、廣東話市場 大部分女生 喜歡護膚化妝 剛好會看我又喜歡我的人 市場只有這麼小 真的不大 你會不會介意自己很努力去做事的時候 沒有人看的 如果你覺得你的心血是要有人欣賞的話 千萬不要拍片 是一件很勞心勞力的事 但如果你純粹是 嘩!我很喜歡分享 希望找到有個人欣賞我的話 是有可能發生的 我自己就是走這條路 多人看那些固定去拍 然後有時候自己喜歡拍些什麼 明知道沒有人看的話 但我覺得有參考價值 大家可能有需要 或者幫到某一些朋友的話 我都會照拍的 不要緊的 沒有人看就沒有人看 從來觀看次數 都不是我最著重的東西 所以多一句 本身目標和心態是怎樣 就很注定到 或者很影響到你日後走那條路 之後就是你會面對些什麼 因為我都看到有朋友會問 如果有Haters的話 我的心態是怎樣 之後應該怎樣去應對 還有看到負評會不會很大壓力 其實我是很感激他們的 因為我自己做不到 不喜歡一個人 還要花時間去看他的影片 還要留言 我會覺得是另一種愛和關心 你會看到我也有回覆他們的大部分 有些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項目 在裡面的時候 和經常都留的那些 我都覺得 你大壓力而已 我給你一個地方發洩OK的 然後心裡當下一看 都會覺得 又來了 我樣子也是事實 都不會變漂亮的 你罵我三次都還是樣子 沒有辦法的 但就不會很放在心 始終我的任何缺點 對於她的人生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然後她的負評 她的不喜歡對於我人生 也是沒有影響的 我喜歡自己 不是因為樣子 我喜歡自己 是因為我的性格 我的價值觀 我的內涵 我的修養 我覺得樣子是其中一個很少的部分 或者你不喜歡我的任何一部分 都好 應該都是我人生很細微的東西 大家在鏡頭看 不是看到我的全部 我身邊的朋友 我家人 金山 Chopper 他們全部都很愛我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足夠和很滿足 所以小小的負評 我會覺得 如果她真的不喜歡 她罵了出來會開心一點的話 這個也是娛樂的一種 所以我不會怪大家不喜歡我的 因為我也有喜歡的Youtuber 又不喜歡的Youtuber 沒理由我得理不行的 另外也有朋友問 怎樣去平衡拍片和生活 生活和私隱這些問題 首先說了私隱 大家應該有留意到 我除了金山之外 很少說有家人或者朋友上鏡 這個是我想保護的地方 不代表我沒有朋友 大家也可以在我的故事裡知道 我有跟朋友出去吃飯 只不過沒有看過他們的樣子 拍片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你看到的大約是我生活的10%左右 不代表是假的 這個也是真實的 我只不過我背後其他做的事 你不會知道 我每天洗澡去廁所 是定時出片好 還是不定時出片好 這個也是個人選擇 好像我這樣定時出片 星期六、星期日 所以星期五晚 我一定不會約朋友出去 除了結婚 有什麼重要的事 因為我真的要死兩條片出來 是要用死字的 一旦沒有片 大家會關心我 會擔心我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想告訴大家 我是懶 我不想剪 我不想拍 所以沒有片 這是我過不了自己的一關 所以不定時出片的話 就會沒有這個壓力 但是你要自己懂自律 因為拍YouTube 沒有人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要出片 什麼時候要拍片 沒有人監住你 如果你不定時出片 又不自律的話 這個星期 沒有沫 不拍 想不到拍嗎 不拍 天氣不好 不拍 你拖著拖著 就會慢慢地在這個網絡上消失 沒有說哪樣好哪樣不好 純粹看看你喜歡哪一個風格 來到下一件事 就是大家最好奇 最有興趣的收入 今天我就要公開坦白告訴大家 這個訂閱數 這樣的觀看次數 一個月 八至十條片 其實在YouTube裡面 是會有多少錢的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了 究竟拍YouTube 是不是很好賺 是不是可以做一份正職 是不是真的賺到很多錢 這件事 是很見仁見智的 但是 上個月真是新鮮滾熱 剛剛收到Google 他給我的錢是3981.39 是真的 一個月拍這麼多條片 都是只有這麼多 所以其實拍YouTube 真的不是你說付出多少 就會收成多少 他們是不成正比的 有些很受歡迎的頻道 他一條片已經幾十萬個view 的話 他真的一條片已經打贏了我幾個月的收入 或者是我拍得這麼辛苦 都不夠別人拍一條爆紅的影片 來得這麼多的收入 但是 因為一向我對於收入這件事 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有就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最重要是我拍得開心 我喜歡那些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有人喜歡的話 才是我自己最大的樂趣 那 對於可不可以成為正職的話 大家就自己判斷 因為每個人對於錢的概念不同 有些人可能平時有其他的收入 純粹為興趣的話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用這件事賺快錢 然後想要一個穩定的收入 我咬到自己的嘴巴 這個就不是一個這麼快的方法 和這麼好的方法 打工 真的出去找回一份工 每個月找回一個穩定的人工 比起拍片 實在很多很多 也有觀眾問我 有沒有一刻想過不做 為什麼最後會沒有放棄 然後曾經想放棄的原因 最受不了的事 我會說 我會想不這樣星期六日出片 因為是很辛苦 很大壓力 要想題目 然後要花很多時間 我基本上沒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一個月只可以有兩天約朋友吃飯 是我最大的犧牲 也是我最受不了的方法 只不過每個星期看到大家很開心去看我的影片 然後大家反應這麼好的時候 我又會乖乖地繼續拍下去 如果要去到什麼時候才放棄的話 應該是我的心理抵受不了這個壓力的時候 然後就可能要停一停休息一會 趕完收入就快快趕完支出 因為有朋友問 究竟整天要買新產品去拍補給 有多少成是不想買的 支出會不會很大 沒有收入的時候應該怎樣拍片 我想我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整天去買東西去拍片 又開箱又補給 有多少成是自己不想買 是沒有的 一定要我自己有興趣才會買來拍片 還有拍片令我有藉口可以去買東西 本身自己一定是一個很喜歡買東西 是一個購物狂才可以拍到這一類型的影片 你們看到我開箱那種著弱 那種興奮那種啵啵開心的感覺 是真的 支出會不會很大呢 可以這樣說 就算沒有拍片也好 我都會買很多東西的人 只不過 對 很開心有這個渠道 令我整件事合理化了 到最後最後最後 就說完大家也很有興趣的 合作廣告和公關品 因為很多人都會羨慕的 YouTuber有很多的PR gift 然後有很多禮物 又有合作 廣告是不是假的 一定要讚它是好的 我看到很多問題都是關於這件事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如果你問我的數量多不多的話 我可以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有更加多受歡迎的創作者 我相信他們收到的東西 收到的腰藥是噴噴聲那麼多 但是當然對於一個普通人 你看著我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 嘩 你就好呢 那麼多禮物 經常不用錢 嘩 又有那麼多新的東西 外面沒有得買你就收到很棒 我明白的 因為身邊的朋友都會跟我說 這個好沒有用的 很棒啊 你又收到這些禮物 之後坦白告訴大家 公關品的數量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收到不同的護膚品 麵又只有一塊 我又很想試給大家 看看它的用後感 之後它的功效是怎樣 真的排隊在這裡 究竟是哪一樣 我經常都會收到不同的產品 其實沒有人迫我去分享 所以這麼多雲雲之中 我找到它發光的吸引我 再用完之後覺得很容易 要和大家分享的話 它真的是精選中的精選 然後去到拍片合作 就真的是一個合作 是不是很廢啊 這個用詞 有人問的 接廣告文 是不是一定要唱好才收錢 不如反過來的角度去想 如果我給錢去拍廣告 是不是想來去罵它呢 如果你是不喜歡那樣東西 是不是要硬去說它好呢 不是的 我真的推了很多的廣告 甚至乎有些是我收完產品 用完敏感 然後它們不達到我標準 例如衣服的質地不好 來到的時候已經有毛粒 做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其實就會推廣告去的 那時候就沒有錢了 沒有東西的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是產品很差 產品生產出來一定有它的原因 只不過我可能是不適合去介紹 有朋友就問 有些什麼業配一定不會接的 例如是控油 我都沒有出油 不用控天生 控油了 減肥 我有拍過代餐 但是我沒有說過 我吃完之後減到多少 因為我覺得減肥實在太多其他因素 那些什麼酵素 減肥藥 然後封胸 我不需要 所以減肥不到功效的東西 我都不會去試的 濕疹 除了我的中醫 我真的有幫他們 就是讓他們用我的樣子去宣傳 是他們去醫好我的 其他所有我沒有用過濕疹的產品 我都不會接的 總之有我自己的standard 我是很喜歡推廣告的人 對 有人問過 那個是阿Jan 最不快樂的合作 例如 本身是講了計劃A的 誰知道無端端 突然他說 不如我們還是去計劃B 但是 事情快要開始了 我已經準備了很多計劃A的東西 然後他說 不是啊 我們內部聊聊聊覺得計劃B也好 你不跟我說的 我是execute的人 那次我是挺生氣的 但是大家 最後公開了計劃AB 也有朋友問 你遇過最沒有禮貌的客人是怎樣 大家都喜歡吃花生 沒有人問我最開心的合作是怎樣 可以分享的 但是就低調了 試過去Event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自己去Event 覺得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 是很flexible 但是去到這麼多人的地方 我會有一點人群恐懼症 所以我進去前 會 深呼吸 提起200分的精神 進去跟別人打招呼 然後我跟一位公關 Hello Hello 你好 我要找誰 然後他看著我 我就唯有跟他說 我是Heidi 其實我覺得自己跟拍片和IG的相片 應該不是很大分別而已 但是他還是繼續看著我 然後說了一句 喔 然後之後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我的手手腳腳馬上放在哪裡 去到現在 我還是有個陰影 究竟我今天去的時候 那個PR會不會認得我呢 他會不會 基本上 通常你未去到很熱情 都可能 Hello Hello 我們今天的Event 重點是什麼什麼的 這樣介紹 然後 總之就是一言難盡 這個就是我最怕會發生的一件事 今天真的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我不知道會不會變成兩條片 希望可以一條剪掉 但是剪那麼長的話 字幕又很辛苦 大家應該不知道 打一條12分鐘的字幕 我是要4個小時的 不算之前的剪 之後加Effect 然後還有所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剪片要16個小時左右 拍片是要 我現在拍了多久 3個小時 對 很多很多廢話 很多很多NG 對 希望這條片可以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的付出和我的收入 不是 我的收成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正比 但是不要緊的 我真的拍得很開心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諒解一下 其實有合作有拍片是可以幫補了很多 我本身自己的成本 如果沒有這些合作沒有這些公關品的話 我沒有那麼多很好的內容可以給大家 真的 我爸爸不是百萬富翁 我家的錢不是在樹上生出來的 我不是說做一點點東西 就可以賺到很多錢的人來的 我也是一個普通的人 只不過我是一個很多東西說 和很喜歡分享的人 可能會和一些很厲害的YouTuber 很受歡迎的頻道 他們所說所分享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不要緊的 冬聽一下西聽一下 湊在一起 再自己思考一下 才可以創造到你的世界出來 思考是很重要 無論對於創作者或者觀眾 我都覺得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麻木跟我買 記住我每次都說 要適合自己的膚質 真的需要真的適用的時候 去買那樣東西 不要說一好的時候就衝去買 我很開心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希望我這個頻道 不是燒大家 而是幫大家 去拿多一些好用的東西出來 去分享一些好用 然後你們再在那裡細想 不用那麼慢中中 不知道買哪一樣東西好 這個是我本身的初心 真的不要瘋狂買 不然就會變成我這樣 Anyway 今天這條影片真的到這裡了 說了很多很多廢話 但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都會開心的 知道更多關於我的頻道的事情 知道更多關於我拍Youtube的事情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撈兩條新片 逢色日錄的 相當逢色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